HELLO 歡迎又回到射爆周圍遊 上兩個星期快閃了三日兩夜的珠海之旅 今集想做一個酒店開箱 先前一直推出日本福金的影片 其實這影片還未推出 因為早前去了幾天珠海 想拍一間酒店 看看珠海有什麼食物 或者什麼地方逛 這影片比較簡單 不如新鮮管熱力先推出 足足三年半沒有回到大陸 今次第一次回到大陸 也有少少陌生 因為當然搭金巴去港珠海大橋口岸 都去過三數次了 今次再來到也要看一看周圍 因為地方都有點陌生 過關之後就出來這個地方 想上面有個口岸天地 去吃少少東西 這個商場幾拍烏鷹 只有三、兩間店舖 一、兩間餐廳 都是不多人的 可能它的地方走上上面 也比較遠離出口的地方 所以沒什麼人知道 今次珠海住了兩晚這間萬豐酒店 這間萬豐酒店 其實就是Mariot萬豪集團旗下的一個品牌 英文叫Fairfield 這個萬豐酒店 其實都應該是萬豪旗下的一個比較新的品牌 它的級數就不是很高的 但它都算是什麼都有 和價錢比較相異 可能適合一些客人 就不是太高要求 但是又要舒舒服服 這樣就可能比較適合它們的預算 進入到大堂 不算很大的 但是它簡單得來 帶一點點氣派 雖然地方不太大 但它沒有很多桌桌椅 放在Lobby中間 所以感覺都會比較大 大堂有一個萬豐小館 好像個小小的士多 有些日用品和飲品之外 有些酒店 例如你喜歡它的浴袍 或者枕頭、皮 這裏都可以給你選購 那些飲品都不貴 例如你買一罐可樂 都是五元的 我覺得絕對都可以的 而不是真的有一個很貴的酒店價錢 大堂的梳化、桌子等等 就放在旁邊這個空間 都裝修得挺有型格的 例如你坐在這裏等人 或者上下網 都可以在這裏慢慢坐 上到樓層的Lib Lobby 我覺得燈光都頗舒服 不會太光暗 不會太暗 而且它的設計都比較普遍 很簡約 我自己很喜歡這裏 用一些木的顏色 或者用一些木的材料 來做這個製造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 好了,做個房間開箱 這間酒店我想都很新的 雖然我沒有檢查過何時開 但你見到它這裏 都頗有型格的 還有這個觸控式的電子 控制這個空調的螢幕 一入房也覺得都頗寬 雖然沒有一個很封閉的衣櫃 但都這樣掛衣的 都頗不錯的 裝修很舒服 簡約得來得體 我覺得 這間是萬豪酒店 萬豪集團 叫做Fairfield Marriott Hotel 這個設計都頗開啟的形式 這一格是廁所 先看看 LINE OK 這裏是洗澡的 這裏很大 雖然沒有浴缸 但有一個座椅 一格座椅 讓你這樣坐 但裏面很寬闊 超大 你可能會想到 這裏很開啟的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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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很寬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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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寬闊 這裏很寬闊 兩位普通男生朋友 和女生朋友 都會見到裏面的動靜 這裏我已經訂這間房 有多少錢呢 大概六百港幣 大概六百港幣 包含一至兩位的自助早餐 自助早餐是怎樣的呢 一會兒片尾部份便可以看到 記住看到片尾 另外我想說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其實是長期間 所以房租都比平時稍稍貴 但我都看過其他日子 例如在逛逛 不會差太遠的 可能是相差一百港幣 所以我想它的水位 大概是五百港幣至六百港幣 現在世界各地 基本上酒店很多都是非吸煙的 香港也是 但在國內 很多酒店都有吸煙樓層 所以你可能被派到房間 本身也是一間吸煙房 但它不會再像以前那樣 說明這幾層是吸煙房 這幾層是普通不是吸煙的房 就沒有明刀明槍這樣說 只是它們內裡 就會被派到幾層來做吸煙房 如果你被派到吸煙房 你又不吸煙的話 可能又沒有房門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會不會放到一個 空氣清新機 在裡面幫你減低一些煙味 現在珠海市區的酒店 我覺得都比以前是貴了一段 可能去酒店的數目 都不算超多 就像深圳那樣多 所以就 多人去 所以酒店可能有點搶貴了 以前很多都是 你不是要求太多 都是可能幾個水 開始已經 叫做OK 現在很多都要 四百多五百多 就像這樣氣跳一樣 我覺得大品牌的酒店 旗下比較預算的 品牌 都未必有健身室 這間也有 而且不算太小 每個器械的類別都會有些 而且剛才外面還有一張冰箱桌 所以我覺得設施都算不錯 在酒店旁邊有一個小商場 商場不是很大的 店舖不算太多 反而有一堆食屎 另外最重要的是 二樓這間華人曼街 有空去逛逛超市 數下貨物都可以 在國內 也有非常流行 電子煙 你看看R字頭的電子煙 差不多每個商場都可以看到 這間華人曼街 我覺得萬豪這個品牌 Fairfield 有點像 周濟酒店集團 Express by Holiday Inn 一樣是訂房 比較基本的設施 包括自助早餐 但我覺得Fairfield這間酒店 自助早餐 會比Express by Holiday Inn 早餐來得豪華 即是種類選擇比較多 而且在國內可以住過其他 Express by Holiday Inn 房間尺寸是比較小 不會太大 只是二百多呎 這次Fairfield這間房 雖然不及五星酒店 那麼大 四百多呎 但我想房間也有四百呎 也算大 我覺得整體來說 好像比Express by Holiday Inn 相對價錢 相對比Express by Holiday Inn 比較貴一點 這間酒店開箱片到這間房間差不多 下集想說說 珠海裏面 呼華里的地方 集合了飲食、娛樂 和購物於一身的地方 我覺得蠻好行 和蠻好吃的 下次就會說說這個地方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希望支持一下給個Like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一下我的影片 就可以免費Subscribe這個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喔 了 他在誰 ww 油